今天女孩子在这儿很不招人喜欢 因为让我觉得你一直是在泥巴堆里打滚 明明自己知道在泥巴堆里 但就要滚 不但要滚着数落着泥巴 还要把自己弄得很难看 而且还希望的是 我们四个最好不要拉你起来 我们要纵容你滚 并且最好能够把泥巴地 能变成一个红地毯的地 让你直接躺在那里 摇身一变干净了 可能吗姑娘 不是每个女孩子都天生爱唠叨 天生爱抱怨 当你变成了个嘴里只有抱怨 不停地说她是人家人家人家 每一个人家后头数落着一堆她的例子 这是我从你这儿听到最频繁的词 为什么 因为在你的眼里 已经看不到她是自己人 你看到她的 全部都是她对你做的各种不好的事情 假如她给你的爱有足够多 问你她有什么好 你一定不会说她是个厨子 所以她做菜也不错 你应该讲出一二三四五 就像你有抱怨她一二三四五一样 男孩一直从头到尾 在说一个词叨叨 你说的叨叨 他一辈子都改不了 因为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注定了使他变成一个叨叨的人 他改不了 你将还会躲着他 你的躲避 你的淡漠 将会使他更加的痛苦 他继续叨叨 其实我还是蛮心疼这个女孩子的 当女孩子说 我喜欢这个男孩 是因为他没有花花肠子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不是他人好 是他没这个能力 有花花肠子 他连自己都养不活 他情商又低 他取悦不了 其他任何一个女孩子 所以他只能死其白赖地 留在你身边 你是他不二的选择 不是因为你人好 貌美体贴牺牲奉献 而是因为你好哄到手 否则蹲在地上腾成那样 他会嫌你丢人 爱你的男人 在这个时候抱也会把你抱回家吧 只有你不嫌他负债 只有你自己做手术 去向朋友借钱 只有你结婚 不考虑未来我们怎么生活 你是那个太好哄到手的女孩子 而不是那个他最爱的女人 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有什么好看的呢 叨叨的绝望的女人 自私的冷漠的男人 你们不希望我们说 你们分手吧 但是你们往前走下去的话 等着你的是无穷无尽的黑暗 和你半弟 自己想吧 谢谢米娜老师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 这个你知道的 你说让我改变 但是我改了很多了 我们两个都有问题 不如我们两个把这个问题一起改掉 毕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也不想放弃 请你相信我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 其实我也想和你好好的 但是我们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 让我也很犹豫 我也是比较纠结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 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一对做何选择 请开门 好 挺好的 明白了 总比糊涂着好 清楚了 总比装睡好 谢谢太阳 孩子 女儿 姐手 смотреть 牛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